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在不少大城市 放地产价格大幅攀升 打工一族难以置业 是令人关注的问题 而对于居住在 多明尼加共和国的贫富大众 他们面对的住屋问题 更加是迫在未接 看到那里是一些铁皮屋 一些铁板整着的墙 我们个个都看到 这里就是他们住吗 当是一些雨水 或者是一些雨水比较多的时候 这条河就会浸 河里边的细菌 污脏东西 泥 垃圾 全部都会涌入屋 他们并不奢望要住什么豪华大屋 一间小小的砖屋 已经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安乐 在八日的多明尼加共和国 负贫全家之旅 来自多伦多圣药室 劳公主保堂的团友 有大约一半时间 都会来到这里工作 帮忙建屋 在七月 当地日间气温超过30度 要在这么炎热的天气下 在工地工作 绝对是一个体力 与耐力的大挑战 我们一去到 他就分开了一小撮人 就是在一个比较阴凉的位置游泳 我常常都想 哎呀 游泳好啊 不用那么辛苦 但在想 是否应该被一些 他们真的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多能力去搬东西的人 让他们先选择一些轻便的工作 所以就自己没有举手或游泳 然后另外剩下那批人就去搬砖 就是货车会把那些砖放在地上 然后我们就会把它捧在山丘上面 那个建屋的地方 每一个人都是 很重复地 从左拿到由一个 趴水底的人那里 但当我们做完一个组装之后呢 我们要看回 其实我们都可以 其实都可以拿到700到800块 原来真的要搬那些砖是 很大块 我想每一块有十多二十磅吧 每一间屋可能是要嵌100块砖 那就整好了一个框 大家在烈日当空下 这么勤力担担抬抬 无非是为了献出自己的一分力 为当地的穷人提供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这个工地是Samaritan Foundation 沙马尼亚基金会开发的 第十四个村落 在过去接近三十年来 基金会不断为这里的贫富大众 兴建房屋和其他设施 这一切都是源于基金会创办人 Elio Madonia的亲身经历 他是一位来自多伦多的商人 1988年他来到银港旅游 他的所见所问改变了他的人生 During his time here he met with a pastor a local pastor and while he spent time with his pastor going around and visiting the community and some of the families that lived in there he was appalled at the amount and level of poverty that he was shocked so when he finished his visit with the pastor he asked the pastor So where do you live? and the pastor took him to another section of that community that was so poor and he said that's where I live and he said but it's a shack it's horrible it's deplorable he said yeah but it's my home 那些家庭的贫穷状况 本来已经令Elio非常震撼 但是更加令他不能够接受的 是连那位牧师的居住环境 也都很恶劣 他质疑天父 为什么不好好照顾这位 为贫穷人尽心尽力的牧者 而要让他住在烂屋里面 但是这份质疑 就反而成为天父对Elio的一个邀请 神有一个方法 为了我们的眼睛 而有些人感到有乐观 因为他感到神告诉他 好的 所以你会在这方面做的 你会在这方面做的祝福 你会在这方面做的祝福 如何使用这方面 于是Elio立定决心 要为那里的家庭兴建房屋 他买了一块小小的地 为25个家庭建了25间屋 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 就由那一世福地开始 撒马尼亚基金会 发展了第一个村落 Marinatha Village 主林村 由那时起 为贫人提供房屋 一直是基金会的首要任务 因为如果连最基本的住屋需要 都满足不了的话 贫困问题根本无办法真正得到解决 整名大女士都会生活四日 每年 töEE 一大幸福 在一家单是 它们却累过 Dennis 然任务 如果您会 那种钱 正常会付 residence 每个月 每天退ville 做出食物 食物、衣服、把孩子进入学校 这些东西是大分别的 一次无心插楼的探访 促成了Elio仓办基金会 威贫穷的人服务 而现任的主席John 也源于一次偶然的机会 而接触到基金会 2004年 来自多伦多的John 和他太太Jane 来到多明尼加共和国 纯粹是为了探望 当时参加扶贫之旅的儿子 但是当他接触过基金会的工作之后 他被深深触动 想长时间留下服务 但是对于当时还未够50岁 在一间大型食品公司 任职管理层的John来说 他心里面觉得很矛盾 因为这个并不是他本来的计划 因为我的妻子和我 for years 曾经说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我们在达联赛 或者我们到达联赛 你能达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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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的时间 但我们在达联赛 但我们在达联赛 或60 然后在达联赛 当时 当时我工作 是否会是 55岁 我认为 你知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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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不愣 有趣 我看不懂 我无法离开 我的工作 我家里 我无法离开 我无法离开 John心里面有很多疑慮 他祈祷 求天父 也触动他太太的心 到了2007年 他和太太 终于一起来到 Domingleygar共和国 在这里长期服务 当神触摸,他会领导 神并不送给他 他带给他 我甚至不肯定是正确的 神将在我们心里放入那一切 现在是时间 在当地服务了接近十年 John觉得最难的 不是适应天气或文化上的差异 而是要长期离开自己的子女 和孙子孙女 John和太太有四个已婚的子女 更加有七个孙子孙女 不能跟他们分享 生命里面的重要理程碑 是John去到远方服务的最大代价 最困难的价格是 你的家庭和孩子 因为他们发展 也是不一部分的 那些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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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不一部分 那些孩子 我们在我们知道 我们需要你 我們也需要你 Dominican Republic 不是唯一的國家 不是唯一人需要你 我們也需要你 我們也需要你 也確實 有價錢 但以神的祈福 你繼續 Elio和John 為了回應天父的召叫 不惜放棄本來享有的舒適生活 用盡方法 去為貧窮人提供家園 實在令人佩服 Elio和John 以至撒馬尼亞基金會的員工 都是五巡節派的基督教徒 雖然基金會並不是天主教機構 但是聖約室勞工主寶堂的 父親Mario 就樂於跟他們合作 他覺得這是不同基督宗派 共同實踐愛德的好機會 我們是聖約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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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可以找日子 我們是聖約聖民 在圣经中耶稣亲口说过 犯为他最小的弟兄所做的事 就是为他做的 来到二十一世纪 纵使人类不断取得科技上的突破 第三世界的人 依然满足不到基本的生活需求 他们就是我们最小的弟兄 见到他们的痛苦 我们又怎么可以就手旁观 它是困难的那二千年后耶稣 我们还要有第三世界 我们还要不得了第三世界 那是困难的 它示范那是困难的 它们的阻力被删除了 那些人变得更加困难 那些阻力被删除了 祖国有特别的招呼和能力 在我们的生命 在我们的生命 那些招呼和那些招呼 illiday listen to the peace that we we really believe that because of the poverty that is here because of the injustice so many ways that god has called us to be a light down on that dark road that god is called us to be a champion to those who need help and to and and to provide for them as we feel he would have done 要改善第三世界的生活狀況 Father Mario 好認同基金會的理念 就是由住屋做起 Sure, I could feed the hungry Sure, I could bring medicine to the sick Sure, I could give clean water to the thirsty Because until you own a home until you call that piece of property yours and you have control and manage it it's again a temporary fix 基金會為貧府大眾提供的房屋 是一些結構相當簡單的磚屋 有一兩個房間 而能夠親力親為參與起屋 亦都為團友帶來一些凡事 As I personally build a house and look around and just see its simplicity and structure I'm more reinforced with the knowledge that we really don't need a lot to live and sometimes a simpler life is much better than what we have I think about our house which is built out of fiberglass and far more things than just bricks and concrete but really like a two bedroom house with just a simple toilet and shelter at night and food and running water is all people here really need to live 對於大部分平日五習關 做體力勞動工作的團友 在列日下搬磚、丹黎 是一個相當難忘的體驗 the building experience was something that I did not expect entirely I mean a lot of people told us you will be lifting quite a bit or you will be moving around it will be really hot but we didn't realize what we were getting into until we got here the first day and it just hits you and you really really are exhausted by the end of the day 第一天我去做的就是去丹黎 其實是很辛苦的一件事 我亦自問我是沒有這樣的經驗 對我來說 假如在多倫多發生的話 我一定會給錢出來找人做 但當我自己去經歷的時候 是完全不同的感覺 因為你知道那裡的人是需要工作 而他們的工作可能就是這一類的工作 雖然工作辛苦 但大家都覺得這個經驗相當難得 工作在工作上是很困難的 我的腦袋是不適合這個工作 但它是玩笑的 是玩笑的 你看到大家 作為一個組織 我們有所有的合作 和笑容在他們的臉上 2 1 Go 1 2 2 2 3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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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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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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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7 7 7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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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7 6 6 5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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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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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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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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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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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8 5 6 5 5 6 6 不能令他們產生一種依賴的心理 所以基金會亦注重為他們提供培訓 慢慢令他們自食其力 這一天 團友有機會參觀他們的職業學校 這裡提供的訓練 都是回應實際需要的 例如當地流行開電單車 他們就提供修理小型引擎的課程 相當實用 這是我們的小型引擎製造 我們最大的事是車輛 但我們會教他們 例如森梅、電池、電池 但最大的事是車輛 可以修理自己的車 或可以修理自己的駕駛 這樣做是重要的 除了維修小型引擎 這裡亦有提供其他訓練 例如修理駕駛 髮型設計、縫印等等 學懂這些技能 真是能夠為他們的生活 帶來好大改變 Sophie 她從這裡住了幾個房間 她有一個髮型廠 正在她前面 她把她前面的房間 變成一個髮型廠 她說之前 她們有很多晚上 她們會去腹餐 但現在她們能夠餛育 她們可以買了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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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們可以買了校衣服 她們可以買了甚麼需要 她們可以看她們的家人 為期八日的多名尼加共和國 副噴傳教之旅來到最後一天 John連同一些基金會的成員 和所有團友都聚集在工地 在場的還有三個當地的家庭 她們都被選中接受新屋的幸運兒 這些家庭都是經過嚴格的審核和抽籤 才得到新居的 見證她們得到這一份祝福 大家都好高興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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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5、5、保持 他們我ygen첨 根本開始會說 告訴家庭 因これでも 絕對它們的好處 也算是湘和3、6、6、6、000 これは根本就通 accepted 我無論不說 我uler下的泊 因爲這群呀 居然會 正在承受这些家庭进入你的教室 他们现在是一部分你的家庭 他们永远能够接受一个家庭 你已经给他们一些 他们永远能够接受 但这不代表他们的挑战 现在已经结束了 所以我们要求你继续祝他们 因为你知不知道 不许是不许是不许是不许 请保护他们 拜托他们 John也颁发感谢葬 给Father Mario和Flad 团友和三个家庭拍完照之后 就分成三组去探访这些家庭现时的居所 你看到那里是一些铁皮屋 一些铁板装着的墙 我们个个都看到 这里就是他们住吗 如果大风来的时候 大风一点都可能是一块铁皮吹起 进去地面不是很像准备的地面 可能是一些普通的石地 一些很简陋的一盘大水 给他们搓的 灶头有几块石踏成的 所有东西都是很简陋的 我们的街带了我们去 刚刚屋外面的一条河 那条河的河边其实是布满垃圾 有很多蚊枝和蚊 我们的街带就告诉我 其实这些很大机会就是 Zika或者是Yellow Fever 那些病毒的源头 而他们解释就是每年的四月 当一些Hurricane或者雨水比较多的时候 这条河就会浸 有时会浸到差不多屋以内的一尺水位 即是所有河里面的细菌 污糟东西、泥、垃圾 全部都会涌入屋 他们生活的环境就是这样 值得庆幸的是这些家庭 很快就能够离开现时的生活环境 去到新的家庭 开始他们的新生活 亲身看过这些家庭原有的居住环境 以及一些已经入住的家庭 现在的情况 更加令大家体会到这次旅程的意义 它可能会有点挑战 是的 雨水 热 努力 我们不是很熟悉 然后在最终的 都会负责 我看 你会看到神在每个地方 然后就会增加你的信心 和你的 inspirations 我们在做得很像 我们在做的 你忘记了自己 我认为那是最大的事 我从未经历过 你能够完全活动 自己去幫助別人 而不擔心自己的事 我們當時沒有問題 我們在這項目中非常開心 建造了房子讓他們知道 原來他們有一個可以 比現在更舒適的居住環境 我覺得 留了幾天汗 其實真的不算是甚麼 很棒 幫助別人 在這裡認識地人 我會永遠記住這個旅程 永遠的居住 因為這是一個很棒的經驗 這次有機會和 這個Samaritan Foundation 即是一個基督教的事工全體 可以服務窮人 感覺反而是最深 感謝天主可以給我一個機會 和一些在不同的教會的傳統 的基督徒 可以一起做一些 耶穌基督經常都提到 要我們去做的事 即是服務一些身邊 最少的大兄姊妹 聖經裡面 耶穌叫我們服侍最少兄弟的一句說話 我們已經聽過太多次 甚至有點麻木 有時候一些外來的刺激 才能夠推動我們走出安舒區 使我們採取行動 做一些我們相信 但是一直沒有勇氣去做的事 扶貧全教之旅 未必一定適合所有人參加 但是每個人的身邊 都總有一個小兄弟 需要我們的幫忙 你還在等甚麼 現在就行動了 在河北 有一班女青年為了做修女 不惜排除萬難 所以出來的時候就有一個決心 再苦再難 我會走到底 他們願意奉獻一生 去照顧殘障的孤兒 所以孩子的哭聲 為我來說就特別心痛 你想不想看看 德蘭會的修女 怎樣為殘疾孤兒 用愛去建造一個家呢 請留意這個星期的愛常全 父親 母親 愛 父親 愛 母親 愛 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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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下星期同样时间再见 天主保佑